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 习近平指出 当前中阿关系水平不断提高外速发展的新格局 中方视阿联酋为中国在海湾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 愿同阿方提升战略伙伴关系水平 开创中阿友好互利合作新局面 习近平强调 中方愿同阿方密切各领域各层次交流合作 一路框架内加强务实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中方愿同阿方加快政策和项目对接 推动双方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航天等领域产业合作取得新成果 相信中阿共同投资基金的设立将为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发挥重要作用 成为中阿合作新亮点 中方愿同阿方一道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打造成互利共赢的基础设施投资平台 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发展 愿同阿方积极探讨在非洲开展三方合作 中阿要加强安全合作 在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沟通协调 穆罕默德表示 中国是伟大国家 在国际上发挥着重要影响 阿联酋致力于深化同中国战略伙伴关系 加大对华投资 加强在基础设施建设、可再生能源、航空和科技等领域合作 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也愿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探讨同中方开展对非洲三方合作 阿联酋愿密切同中国安全合作 加强在国际和中东地区事务中沟通协调 双方还就中国同海湾国家合作交换看法 会见后 习近平和穆罕默德共同见证了 关于设立中国阿联酋投资合作基金有限合伙的备忘录的签署 杨洁篪等参加上述活动